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获得经济部授权使用台湾精品标志 成为外贸协会在国内外 推广台湾产业优质形象的代言产品 而在400多件产品中 有10件拿下金纸奖 像是法兰茨的华丽花园屏风 利用瓷板 木框等复合职材 打造出兼具法式时尚品味 与中国意向风情的作品 让人眼睛畏着力量 白色瓶光柚瓷板上 棕榈之干像是生长在奇幻乐园中 以立体浮雕写实呈现 意境丛林的奇迷风光 还有星星仿佛坠落在人间 交织出兼具东方的贤情意志 与西方巴洛克的繁复华丽 这不只是艺术品 还是真实的家具 在家中用手轻轻触摸 华丽花园屏风 好像会带你走进这片梦幻丛林 我们法国设计师跟总裁讨论了很久 就是不断地在激荡之后 出来的成品 那其实是有点像梦幻花园的概念 你可以想象从这里面 这么缤纷的 这种各式各样的花植物 有点像星空 但是又有点像丛林里面的 表达的意境 充满了想象力 我觉得充满了想象力在于说 它的每个页 每个半其实都是经过在 在抽取 萃取过之后的一个形体 而不是说 就是花就是一个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杰柱的设计师 跟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一个企业家 激荡出来的一个成果 华丽屏风由64片不同图案的 白色瓶光柚瓷板组合 设计师以大自然为师 重新诠释法式风尚 以及中国异象风情 64片瓷板分开是个别的图案 组合在一起则又是另一番倾向 正是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它有64片不同图案的瓷板 那它的概念是可以向广度 跟向高度各自延伸的 因为它的图案当初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有一定的延续性 所以当它向上向广度开展的时候 它的图案还是会有连续的一个动感在里面 就是所谓画作里面有一个movement 你会发现说你的目光 就会一直被牵动在这个图案里面 木框 瓷板 以瓷意融合多材质 这是创新的中国风 而立体浮雕 棕榈树 又有一点西班牙建筑大师高地的作品 圣家堂的味道 东西融合毫不突兀 不但受邀到国内外顶级百货 和各大博物馆展出 还在法国获得了大胆创新奖 因为这个瓷板真的很难做 我们挑战非常高的难度 这个难度呢 其实是全方位来讲 不只是说它这个 诗作上的难度而已 其实是整个品牌的 在推这一件作品的时候的难度 因为它等于是 你要它量产 但是它又是手工成分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量产品 那它又挑战了很多瓷板 所不能抗拒的物理特性 因为我们知道瓷板是平的嘛 但是我们要在上面做这么多浮雕 那它四周会受力不平均 所以在预热烧制的过程 很容易就翻起来 就变形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技术的改变 能够有这样子的 在烧制的过程中 一步一步可以去克服那样子的难度 不只浮雕难做 要把复合材质送作堆 也是一项大考验 从瓷器起家的法兰茨 这两年将瓷器带入互动家具的概念 希望美美的瓷器 不要只是把玩 还要能全方位融入生活 才能真正活在美中 所以得把美项材质都摸熟了 才能结合起来 延伸成真正的家具 我们最想做的其实是漆器的木质的质感 因为漆器是我们非常跟瓷器搭起来 觉得非常特别的 非常气质相投的 但是我们免不了需要有一些金属的概念 有一些金属来做结构上的补墙 或是金属在面上做一个保护 那再过来就是瓷器 那瓷器当然是我们比较在行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概念 几乎都是复合美材 那再加上丝绸去提供比较软件 软性的一个物件 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空间里面才会比较完整一点 柜子也是每个家庭里 不可或缺的收纳家具 法兰茨不想让柜子只是收纳 可不可以多一点元素 多一点想象空间呢 可以的 这个碧海青天 以雍容华柜的祖母绿为主色 加上传统中国工艺云纹 以及长春藤的叶子 视野就不一样了 想要工具可以非常的大 我所谓非常大就是说 比如说在这个柜子 碧海青天柜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一圈 都是瓷器 都是瓷板 那它其实它有点像 Ivy 有点像长春藤的叶 但它又有点把它抽象成 变成每一个都像一个星星 那它是不断地在缠绕着 所以它这样缠绕的话 就是说它可以无限地扩展 比如说我可以扩展成 整个墙面都是以 这样子的瓷片来做装饰 来互相呼应这样子的柜子 那它又代表的是生命力 碧海青天应用顶级木材 瓷片 金属 经过缠密的PU烤漆工序 以及右下彩工艺 以新艺术流畅线条 装饰在边缘和把手 框面整体以大地出石的色彩 展现万象更新的气息 或许你会想 这个柜子放在家里 该怎么摆才会好看呢 法兰茨会帮你做整体空间规划 你给我空间 我可以帮你规划 那这个空间里面就会非常非常有趣 那它就会融合了瓷器 融合了漆器 跟融合了丝绸 那都是在中华文化里面 非常著名的工艺的水平的东西 那它不只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可以扩展得很广 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个案子 在杭隆的黄隆酒店 那它在它的明星楼层 明星房整个楼层 就由我们来规划 那我们就规划了四间明星房 Suite 这样有点像中楼套房那样子 那每一间就会有不同的配色 跨足室内设计 为的是开创空间设计的词艺新思维 彻底实践从此开始走入生活的理念 如此才能丰富品牌内涵走向国际 我们想要成为international的brand 希望在posting brand里面 能够有一个举出轻松的位置 那在我们国际化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说 单单只有摆件 object是不够的 因为广度跟深度 跟你的品牌内涵都不够 所以你放眼看 比较具有实力的淘质品牌 那他们如果说不能做更广的extend 到发展会受限 生活美学不止单一的瓷器摆设 法恩慈想做到的是以大自然为师 希望把自然的美用陶瓷表达 让美的东西真正走进生活里 花工旺很特别的是说 它可以在水墨里面 又可以把层次做得非常淋漓清智 那这个是非常难的 那我们要表达那样子的村法 跟墨色层次的时候 我们没有大师的功力 但是我们有个优势 我们把它立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